榴莲的三大价值 一、榴莲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和甲等成分 其中最出众的是它富有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及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同时,榴莲中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 熟多酚、类黄铜 具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帮助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二、榴莲中含有丰富的涮食纤维和一种天然酵素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改善消化问题、缓解便秘 三、榴莲在传统中药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例如榴莲的种子可以治疗利剂、腹泻和胃肠道感染等问题 榴莲的花可以治疗口腔溃疡等发炎 而其根部可以用于治疗蛇虫咬伤等毒素引起的问题 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 榴莲中的一些成分具有抗氧化、抗炎、抗筋和抗癌等作用 这些成分可以作为中药配方的组成部分 能有效的增强治疗效果和减少副作用 因此榴莲在中药中的应用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延续 也具有着现代医学的支持和认可 你学费了吗?关注院子 下期为您继续探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